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这支视频的主题是淘宝的开箱以及双十一我的购物车的草单分享 首先我会把视频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开箱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的购物车的草单分享 我会把时间线列在旁边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拖到这个时间线的位置去收看 首先让我们快速的来开一个箱 这个是我看李佳琪推荐的压缩毛巾 我从来没用过,买来试一下 旅行或者是住酒店的时候可能比较需要 然后也是这个黑魔法洗脸镜 我买了六代 它好像是买二送一吧 从来没用过 如果好用的话我会给大家推荐 后面就是两套这种美妆蛋 和那些洗脸毛巾和压缩毛巾一起购买的 而且他送一个这种小架子 就摸在手上比我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海绵 粉扑的话要柔软一些泡水就可以发大了 就是这个硬张形状的就没有那种比较尖的可以涂这些细节的地方 比起这两个来说的话稍微不是那么实用一点 这个是一个证件收纳包 就是家庭用的各种重要的证件可以放在这个包包里边 然后它还可以手提大的证件就可以放这层 学生证就比较小的就可以放在这种小的隔层里边 这儿呢它还有一些这种可以插卡的 只要是跟这个家有关的 这个家庭成员有关的所有的证件 你就可以分类的给它放在这种证件收纳包里边 我买的这个呢它还有个密码锁 这个拉链的话也不是那么不容易破坏 这个锁感觉就可有可无 但是我觉得有个锁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点 真的很需要一个这种收纳的 特别是像我现在记性不太好 所有东西能够放在一起的话就比较好一些 对我来说 小米的无线车充 车上放手机的 它是那种带自动感应的 你把手伸过去呢它就会打开 它充电速度还挺快的 出去的话你忘了充手机 电也没事 边导航就可以边充电很方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口红的收纳盒 后面呢它还有两个这种隔层 可以放一些长的眉笔之类的 放了一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长一些的唇釉 就可以放后面这个隔层 它一个呢就是有16个口红的隔层 而且我感觉这样竖着放的收纳呢 比横着放的稍微节省空间一点 可以叠放在我的一些化妆品收纳的牌子上面 这个也是一个收纳盒 这个收纳盒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呀 它是这种塑料亚克力质感的 它有总共四层 只是放着的话你要开中间的这一层 就有一点色色的卡卡的 想法挺好的 外观也还挺好的 只是我买的这个可能质量不那么好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其他的 应该能买到质量好一些的这种收纳盒 后面这个呢是一个挂吹风机的架子 因为吹风机的话就每天都要用经常从抽屉里边拿出来放回去 然后很麻烦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可以粘在墙上的 把吹风机就这样挂在这儿 线呢就可以绕在这个扣子上面的一个小东西吧 不用在墙上打孔的就只要粘上去就好了 然后这个开箱的最最最后一样东西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化妆品的收纳盒 防水的就可以放在洗脸台上就很方便 开盒呢也比较忍性怀 下面呢它还有两个隔层 我去拿两个来试一下 我找了各种类型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放着试一下 这个是干发喷雾 哇 这个真的很高的 这个都够放 那我们一般的这种水乳的话就肯定能放的进去 200毫升的菌菇水 你看放进去都感觉行啊 洗面哪边刷啊 哇 我真的很高啊 这个空间 很实用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下面这两个 这个是放不进去的 这个呢是一个60毫升的霜 只能放上面 下面的话可能50毫升以上的霜的话 就不能放这个下面的格层 这个是基本系的那个四色散布 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Natasha Dinona的一个日落盘 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大盘 应该可以放得进去 放这些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的高度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 然后也挺能装的 质量就是一般的那种程度 塑料亚克力质地的 我感觉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脆 这个开箱就说完了 后面这部分呢就是我的淘宝的购物车的购物草单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在淘宝买过衣服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呢 要么就是我这次会购买的 要么就是我原来买过的 一些新的店铺如果买来的话不太好 我也退不了货就比较浪费钱 所以呢我就尽量少买 给大家推荐的品类呢 时间线也会放在这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看 我要给大家说的呢 我全部都整理成草单了 我就边看边录屏给大家说 那么我们先从我比较感兴趣的衣服类的说起 我要购买的一个草单呢 就是鄂尔多斯这个品牌 和刘文大表姐的联名款的这件背心 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红蓝配色 感觉的话是比较保暖的 它的阔型呢 我感觉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个背心的阔型 其它的联名款的话 我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点普通 他们家做的就是偏基础款的样子和版型 对于我来说 如果那么老远的运过来的话 价位偏高 同等价位的话 我在这边的可选的范围也很多 目前的话这家店铺就只会购买这一件 背心 对后面我说到的一些产品呢 有一些是我确定会购买的 或者我已经下了电筋的 我都会给大家说 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 我可能会再考虑一下 后面一个我这次会购买的呢 就是COS的几件单品 真的 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的一些衣服 强烈请求COS开通加拿大的网上购买渠道 首先要推荐的呢 就是蓝白灰的V领的针织开衫 这件我不出意外的话会购买 它是百分之百高氧毛的 感觉这三个颜色 撞色就很和谐 而且它每一块的拼接的材质感觉都不太一样 像它灰色的这个部分呢 毛料就比蓝色和绿色的部分呢 就稍微长一些 整个衣服的话质感看起来就很好 还有一件COS我这次会购买的 就是这个三棱柱的一字发夹 这个发夹呢就是比较的极简 而且它特别的一点呢 它是那种三角棱柱柱体的 比较立体一些 日常穿搭的话 别两个这种很简单的小发夹 有些时候感觉精致一些 后面呢还有这个桑蚕丝的围巾 是一个这种饱和度比较高的一个宝蓝色 用它来做搭配的话是很好的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这个颜色 今年的话我就跳进了蓝紫的坑里边 我出不来 这个的话我要稍微考虑一下 然后后面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店铺呢 就是鹿语飞鸟 他们家的衣服呢主打的就是这种 智喜慵懒文艺的感觉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家主页拍的这些照片 真的很好看很温暖的感觉 他们家的衣服呢都是那种偏扩型的 偏oversize的这种比较的不太挑身材 原来我在他们家买过衬衣吧 夏天的时候有那么一两个衣服拿到手上的质感 是比图片上看起来更好一些的 然后有些的话就和想象的差不多 就是衣服质量的话整体就比较稳定 这次的话我看上了这条裤子 这条是酷型的九分裤 它是这种有明线的设计的 像它图片上的话它把裤腿卷起来穿的话 就可以把袜子露出来就很慵懒很日系这条裤子 因为正好想买一条白色的厚实一些的裤子 冬天的话去穿 这条裤子的话我应该会购买 我还在观望的就是这一件 曾心蓉的羊羔毛的外套 它有两个颜色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橘棕色的 领上是可以把羊羔毛给它翻出来穿的 看起来的话就很温暖很舒服 而且这个橘色的话就比较特别一些 看上去的话是那种加棉的 就比较的厚实 衣服上呢还有两个这种很大的大口袋 也比较的实用 因为我登心蓉的外套 今年已经买过好多件了 所以呢我要稍微考虑一下 后面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Lano设计 反正我都会把店铺名称打旁边的 他们家的风格呢就是这种比较的法式学院 文艺小清新的这种感觉 特别适合可爱一些的妹子 或者是走文艺风的妹子 这次的话我看上了他们家的这一件衣服 而且这个模特给我的感觉是 有一种Lolita的那种感觉 作为一个单品来说的话 我感觉背心可担性很强 而且很实用 所以今年我就想多尝试一些背心 这件背心呢它上面的图案 就是像那种草原的风吹在脸上的那种 清新温暖的感觉 底色是这种抹茶绿的 右上角还有一个这种橘色的太阳 正好能够和绿色蓝色形成一个点亮的作用 就有一点撞色 就整个颜色搭配的话很舒服 这件的话我要考虑一下不一定购买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风格可能太可爱了 不太适合我日常的穿搭风格 后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件呢 他们家的话也是那种日系文艺小清新的感觉 他们家的卫衣的话真的是可以来一打 这次我比较种草的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帆布的环保购物袋 很好搭配 就出门的话你就穿个卫衣 背上这个环保袋 然后就可以出去了 这个卫衣的颜色呢 我也比较喜欢 淘宝购物的话 卫衣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那么容易踩雷的单品 然后像这些卫衣呢 就都比较的好看 这个黑白色的也比较好搭配 这件也比较好看 上面的这个lucky的字样 就美式复古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想给大家推荐 就这个studio fan 他们家的这个风格呢 就和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几家不太一样 然后地胶长草呢 是它的这一件 开金式的针织内搭 它的几个颜色我都挺喜欢的 像这个天蓝色也挺好看的 还有这个香玉紫色 正反两面都可以穿的 50%的羊毛成分 看图片的话 它的款式感觉比较的显瘦一些 像这个黑色就特别的明显 就感觉很显瘦 要购买的话 我应该会购买这件紫色的 然后后面一个我比较长草的 就是他们家的 扩形的羊毛西装外套 70%的羊毛 它要深浅两个颜色 摆搭性来说的话 应该深色这件比亮色这件稍微摆搭一些 但是亮色这件的配色更特别一些 我觉得真的很长草很好看 肩部是这种一个很大的扩形 宽肩比较的有雕塑感一些 我比较担心食物会更抓满 日常穿的话 搭配不好的话会显得比例有一点点失调 所以呢这个我要稍微考虑一下 但是它的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 你看它图片上搭配的这个果绿色 加上白色这个裤子 就真的很好看 后面一件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Nice People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话就是属于那种 很法式复古的感觉 这件打底 你看它写的是可以积息的高临羊毛 加后打底 很方便 我比较长草的就是它的这个酒红 它搭配的一件偏灰的西装外套 和一件偏橘黄色的西装外套 看起来的话都很和谐很复古 所以我感觉这个酒红色 应该可以和冬天大多数的衣服 都能够搭配起来 它袖子的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可以把你大拇指插进去的 这个设计 就比较的慵懒风一些 穿在西装或者是大衣里边的话 袖子是可以露出来的 也可以做一个点缀搭配的作用 然后我还长草的就是这一件 羊绒的Polo针织衫 它的面料是90%的羊毛和10%的羊绒 看上去的话也是比较柔软 轻肤的那种面料 复古的这种扭扣 这个红色看起来也挺显白的 还有一件比较长草的就是 这一件V领的针织打底衫 它的面料是100%羊毛面料 然后但是它是有德国羊自杀的这种 插线吧 感觉就是很舒服很轻肤 它这个V领就很细 会拉长你的面部线条 就显得脸比较瘦一些 给大家稍微推荐几个手势吧 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一家欧小姐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 因为这个耳环原来很早以前就买了这一对 就是因为我买了它以后呢 就一直都在戴 利用率很高的这种圈圈耳环 我买的是22毫米的这一对 它的大小的话 我感觉日常来戴就很合适 我经常戴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不图扣红 不戴耳环出门就感觉怪怪的 所以呢这对耳环呢 就是我的日常耳环 穿什么都可以搭配 稍微有一点点氧化的痕迹 但是的话不影响它佩戴 我戴它的话从来没有过敏的感觉 有一些圈圈耳环它戴起来很麻烦 这个的佩戴呢就很简单 它是一个有这种搭扣一样的 扣上去就好 不用担心它的耳度啊什么的掉了 很实用 就是搭配率很高的一对耳环 喜欢这种极简一些的风格的 同学呢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刚才我开枪的时候 戴在耳朵上的这一对耳夹啊 就是没有耳栋也可以戴的 它就是这种你可以顺着你的耳垂这儿 给它滑进去就好了 然后比较推荐它的呢就是因为它质量很好 然后它很有存在感 也是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就是冬天的话大衣比较沉闷 然后就可以买一些这种很有存在感的耳势去搭配 看它的流线的这个形状就感觉很特别 就像它随意的绕在你的耳朵上一样的 还要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同一家的 比我现在戴的这款更加的气质一些 它整体的质感看起来是很精巧的这种感觉 没有耳栋的同学也可以戴 夹在耳朵侧面的这个骨头上 时间久一点的话会有一点点的疼 它的珍珠看起来也很亮 珍珠上面金属的那个线看起来也很亮 没有耳栋的妹子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几对呢就是我目前能找到还在售卖的 我经常会戴的几对耳环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这次会购买的首饰呢 就是这家叫Tara设计师首饰集成 这家的话我比较长草的呢是它这个耳夹线 就感觉很酷啊 可以夹在上耳骨上 然后下面这条线呢可以穿过你的耳洞 还比较长草就是它家的这个素圈的这种戒指 之前我看过一些这种素圈的戒指呢 都是光面的那种 它们家比较特别的一些 上面像是有纹理一样的 这种素圈的戒指感觉很极健 这次我应该会买这个戒指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像舌骨链一样的戒指 我感觉这个戒指又复古又精致 应该比较适合手指比较线长的 我感觉我的手指比较的短一些 所以呢这个我要考虑一些 首饰类的呢就给大家推荐到这儿 而后面呢就是护肤品类的 因为正好是到了这边的Sephora的八九 该买的彩妆和护肤品呢 基本上都在Sephora买了 我就买了三样雅诗蓝带的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雅诗蓝带小棕萍的 抗蓝光淡化黑眼圈淡化细纹的这种眼霜 之前那个小棕萍的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呢不是买来我自己用的 这个是买给我妈的 因为正好呢就是我妈让我给她买眼霜 我心想我妈现在比我还能熬 就是我妈经常玩手机能玩到两三点钟 都不睡那种状态 真的是服了 所以呢我觉得她比我更需要这种抗蓝光的眼霜 虽然我看这个评论的话是比较适合那种年轻的肌肤 就是20多岁左右的那种 但是我感觉我妈还挺需要的 就买个给她试一下 正好双11打折也比较划算 双11你预定的话 她会送你7毫升的小棕萍精华 和15毫升的微精华 7毫升的致眼精华 还有一个化妆包 就感觉很划算 所以呢我就先把定睛已经付了 然后后面有个呢 也是我妈让我帮她买面霜 她让我自己看着办 所以呢我就心想她就在一节买了 然后这个面霜呢是眼神蓝蛋 应该也是比较明星一些的产品 叫多效致眼精华霜 这个呢也是要预定的 我已经付了定睛的 这个我没用过 但是我就看她的淡纹啊 补水啊之类的 我感觉还行吧 我妈对面霜没有什么要求 就唯一一个要求就是说要补水 就买这瓶给她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面 啊这个眼霜我买了一瓶这个白金级锦颜眼霜可以淡系纹提亮眼周 这个的话就感觉比刚才那个抗蓝光的那个更适合年龄层大一些的人去使用 给我妈买了的同时呢我自己也买了 加上赠品然后加上满简的价格的话挺划算的 所以呢我自己就囤了一个 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些给大家推荐一些杂七杂八的小零碎 这家半古家居的靠卷店的套子 因为我自己的毕业论文呢就写的关于马蒂斯的论文 所以呢我就对马蒂斯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而且它价格也不是很贵 他们家的马蒂斯的这个系列呢我基本上都买回来了 像这一个 这一个 我就大致的给大家过一下它实物的样子 图片的印刷质量还有它的这个布的质感呢是很好的 我在这边买的这些棉麻质地的这种抱枕的话 感觉像是上了一层浆就是质感的话会比较硬一些 但是他们家的话就拿在手上的质感是比较柔软的 而且颜色也比较鲜艳 像这种比较复杂的图案的印的也比较的有细节 不会像那种比较不好的那种印刷的颜色就会一块一块的 我们家的靠枕呢都是原来比较流行的那种热带雨林的棕树叶风格的 首先我想换一瓶我就买了一大堆 哇真的很好看啊 要不这个做我的封面吧 还有这个毕加索系列的呢 我也买了三个 这两个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就是著名的莫兰迪的感觉 它印的也挺好看的这个颜色 这个的话我就特别喜欢 三个色块搭配起来的颜色 就放在那儿的话 有些时候如果想不起来 要怎么搭配穿搭的颜色 也可以看看这些靠整垫 这些颜色搭配的都很和谐很好看 温柔的粉色的底色 然后加上有一点点蓝紫色 再搭配一个姜黄色 这个呢就属于饱和度稍微高一些的 大地色的底色 然后搭配橘色黄色这种亮色 就整个配色的话也很和谐 泳池的上面的图案呢就比较的规则 有一种平衡感 最后一个 这个颜色就属于灰度很高的那种往下沉的感觉 但是呢它也搭配了这个橘色 如果没有这个颜色的话就感觉很枯燥 像穿搭一样的整体暗的话 还是需要有那么一两个颜色去提亮的 后面给大家最后推荐一个家居小屋呢 就是硅枣泥的日式用的这种地垫 像我之前也是用那种毛的脚垫吧 洗完澡出来 踩在上面过很久它都干不了 而且感觉像卫浴这种比较湿湿潮潮的地方 又很容易细菌滋生 之前我买的呢是这一款游泳池无暗的地垫 真的是素干 而且清洁也很方便 像之前我用的那种毛的话上面沾了头发呀 或者是一些灰尘呀什么的很不容易清洁 像这个脏了的话用水一冲就可以冲 干净就很方便 但是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时间用久了 像我们家那个就已经有一点凹凸不平了 吸水久了可能会容易变形 之前我购买这个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图案 这次我发现它好看的图案好多呀 肥皂加上吹风机的这个就超级适合 浴室 他们家有这种比较小清新的比较艺术的图案 也有那种酷酷的 像这个就超级好看 这种这个好酷呀 反正应该能适合大多数人吧 这个也算是提升家里边一个可爱程度 或者是一个比较容易让自己看见的话 心情愉悦的一个家居小物吧 终于说完了 其实还有一些母婴的产品推荐大家 也不是母婴吧 就是小朋友使用的一些日用品或者是衣服 想给大家推荐的淘宝的店铺 但是因为时间不太够 然后内容太多了 一次讲不完那么多 时间有限就暂时就有这么多 那么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这支视频能给大家在双十一的购物奋战里边 带来一些些小帮助 好的 那么我们先这视频再见 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